大家好,我是黄天南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怎样找出自己的日主 我们知道在八字算命里 我们首先要知道那个人的日主是什么 然后就对应他的大运 和榴莲在行什么岁运 我们才知道他是不是在行什么运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行财运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日主五行的属性 五行的属性就是我们说 甲月丙丁慕己今生任贵 这十个天网里面是属于哪一个天网的日主 究竟怎样去找这个日主呢? 其实很简单 你首先在Google里面打八字名判这四个字 八字名判 跟着你拍Henter 它就会出了一堆的网站出来的 一堆的网站就是它帮你汇牌盘的 或者我们可以做一做真正的试验 我就打了个八字名判 开了一堆的网站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八字名判 这个884就是生活名利判 这些网站里面有些是権体的 権体就是台湾和香港的 有些是简体版的 如果台湾和香港他们习惯在右边数过来的 右边开始看 如果大陆那些就是在左边开始看的 所以就要分清楚究竟是台湾版、香港版还是大陆版 我们可以开这个884的八字名利网 那你进到这个网站 它就会问你 譬如现在你想看什么呢 比如说男女就选一个男 现在二千年 我选一个二千年 那你选一个一月 那你选一个一月 十日 那一月十日 那几点钟呢 上午十点钟 你选一个时间 那你就不要选指示那些了 因为指示那些可能是出了翌日的 那譬如现在这个男性 这个男性就二千年一月十日 上午十点出世 那你就叫他排盘 那他排了个盘出来了 那这些台湾和香港版 就是最右边那条柱就是年柱来的 它就生于纪某年 那接着第二柱就是纪某月 那第三处就叫日柱了 就是丁某日 丁某日你看到这里写着日柱 就是这个人呢 新于二零零年 一月十日十点钟 这个人呢 他的日柱就属于丁某人 他就属于丁某人了 那你说如果我只是 如果我想是习惯用一些 简梯板的 那你也可以的 我们试试看一些简梯板 那这个神巴 巴星座网 那你又是这样 踢进去 你看到这些是简体字的 那简体字呢 那你也是在这里选 譬如去这里 就要你输入个姓名 那你时刻作个名 那这里又是选男性 男性和女性都其实对原局没什麽分别的 但是对大运有些影响 那这里选二千年 选二千年一月 那我这里选一月十日 刚才选一月十日 那上午十点 上午十点 上午十点 那你就是 接着八字查询 那他就开了出来 那他 大陆板 他就是用这个左边 第一处就叫做联柱 这里叫做联柱 这个几某就是联柱 第二处叫月柱 就是月份 第三处就是日柱 日柱叫丁某 所以这里也写了一个日元 就是丁火日 就是你看到他是丁火人来的 那看到我们两个 就是两个网站 他都是告诉你 这个人出世 在二千年一月十日 十点钟出世 这个是丁火人来的 那我们看看我们的tower point 那我们就开了这些网站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 就根据这些网站 去提供的资讯 那我们就 现在你是繁体版的话 去到第三 这里是联柱 月柱 日柱 这个就是丁某人 这个就是日柱 你说如果我用简体版的话 记住 就是递回转 这边就是联柱 就是左边联柱 跟着月柱 日柱 那也是丁火日 那你就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 是属于什么日柱 什么五行属性的话 那你就要上这些网站 看看自己是属于什么五行 那你的日柱是什么 然后才知道你现在在行什么运 那你现在是否在行财运 还是什么运 那你就会知道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收到日后的视频 请订阅订阅 和旁边的小铃 如果喜欢就按个like 如果share给朋友 多谢大家